西洋有十二星座 然后以月来多划分 而中国有十二生肖 却整理由年来区分 其实中国有所谓的星座学的 而且是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只是过去的百姓 与其关心星座运势 更加关心的是节气 因为节气影响的是农作物的更多的时间 加上我们又有农历所建立起来的各项节庆 所以生存跟生活之间 星座在中华文化里面 就不这么样的被人所广为熟知 大多是藏于朝廷的青天间所记录保存 而中国的十二星座 与西洋的十二星座的制定方式 是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西方的十二星座 主要是以阳历作为分界点 而阳历我们知道 它的全称当然就是太阳历 与我们的甘之历与节气测算的方法是一样的 也就是以太阳运行的轨道作为计算的方式 所以各位在看老师每个月的流月总论解析的时候 都会谈到交结气的时候是几月几号 太阳会在黄金的几度 例如春分就是黄金零度 而中华文化的十二星座 它就叫做星赤 是以农历也就是阴历作为计算的方式 为什么农历要称为阴历呢 因为农历本身是以月球运作与轨道 来作为计算而制定的 所以农历它的十五日一定是满月之日 十五月正月貌 而称为阴历是因为古人认为太阳就是纯阳 是不是 那么月亮当然也就是纯阴了 所以以月球作为计算的历法 自然也就被我们的祖先称作为阴历了 所以网络上或是小说里面所说的 什么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奇怪的体质 这完完全全都是虚构的 立法的计算在数千年以前 都是以科学作为根据 完全不考虑宗教以及权利 后面的民俗节日 是依附在立法下所产生的 而不是因为节日才制定立法 这一错就会错了几千年的差距 而中国式的星座是按照阴历出生的月份 作为划分的星座 各有十二星座也叫星赤 分别为星际玄霄居姿降楼大梁石城 纯守纯火纯尾寿星大火西木 是属于中华文化里面特有的星赤 也就是星座的解析 而这十二个星赤在历史上 其实它是有正规的记录的 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在左传 国语 俄亚等书里面都有 主要是用在于计算木星 也就是太岁的位置 而同样在西方世界的占星学上 西洋的黄道十二星座 主要也是一样是以宇宙的方位的 作为代名词来设定星座 也就是我们通诗班里面 所说的方位的力量 也是我们每一年在年初公开 奇门顿甲纳吉的核心理论基础之一 而既然方位有代表不同的力量 那么自然十二种不同的星赤 它里面基本性格的变化 当然也会有差别 而这个跟生肖有没有关系呢? 或是它有没有冲突呢? 其实它这个是没有冲突的 因为老师在以前的节目 就说官智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说过 我们的人不会只有一种面向 也不会只有一种自我 而是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跟自我 所以基本的年、月、日、时 都会在不同的时候 产生了不同面向的力量的强弱 或者是一些变化 而在这个星座的基础理论上 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 各星体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还有排列在黄道的位置上 所以藉由宇宙之间的力量 也会形成一个人 他先天的性格 还有他后天的运势 以及他内心的变化 还有你自有的天赋 而如果把黄道十二星座拿来做分析 也可以从这些的元素力量组合 了解不同人的心理层面 这里面也会反映出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跟他对外表现的方式 所以古代的贤者就将黄道先分成十二星座 也就是黄道十二星座 那在西洋里面 他就分为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摩羯座、水瓶座、双鱼座 这是属于西洋占星的部分 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华文化的十二星赤 是按照太阳照射赤道的精度计算所等分的 在某种程度来说 中华星赤的计算主体 是以地球作为一个主体 去测量跟其他的星层 跟其他的一个星宿 所代表这些的关系 还有太岁跟木星之间的一些运作 或产生的一些变化 所以中华的十二星赤 对于时间的起算点 有时候会因为税差的影响而不断的改变 什么叫改变呢 例如我们每一年的节气立春 一定都会在阳历的2月4日到2月6日之间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没办法把它做得很细很细 所以都会有润年润月润日润时的产生 杨哥理解了吗 但是中华古文化 它在古代的时候 并没有现在这种阳历 只有农历 也就是阴历 或是甘之历 就是甲银比丁的甘之历 所以中华的十二星赤 它以太阳为主体 但是因为为了要记日子 所以确它是使用阴历 也就是农历作为计算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算是比较将就吗 还是一些特殊情况的特殊办法 而中华的十二星赤 又被称为中国古代的星座 古代中国的占星术士 认为十二星赤与人的性格和命运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在八字学紫威斗术以外 古老的占星师 也会利用十二星赤 来作为推算命运的方法 那是在大家吃得饱的时代 才会想到这些 但是毕竟细致度不同于刚刚所说到的 八字学或者紫威斗术等等技术 所以在古代是比较不流行的 简单来说 八字跟紫威斗术这些命学 它是以这个人为主体 而十二星赤是以相对广泛的星赤作为主体 所以自然星赤这个比较广泛的 是不容易在武术发达的中华文化里面 获得比较百姓或是一些达官显贵的喜爱而流行 而中华星赤跟西洋的十二黄道星座 是不是他们都可以相互对应的呢 基本上是可以模糊比对 为什么是模糊比对 因为星赤主要还是以农历为主 而黄道十二星座 它是以阳历为主 所以一定会有几天的一些时间的偏差 虽然不多 但是还是会有 所以说我们下面就在介绍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把十二星赤跟十二星座 来做一个对应的地方 现在我们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十二星赤 以时间来说明的话 这十二星赤它分别的一个阴历的时间点 老师在这一集里面讲的都是阴历 也就是农历 不是阳历 这个是特殊 第一个时间点就是12月7号到1月5日的星际 星际对于的西洋星座 为摩羯座 对照的节气是大雪到冬至 而其中的12月8日到12月21日 为天星的斗秀 12月22日到1月5日为天星的牛秀 这个期间对应的星秀 我们下面就不会再说了 因为这样会太细 让它带混乱 只是老师这边跟各位讲 它里面其实还有蕴含不同的星秀 来去对应 而第二个星赤就是 1月6日到2月3日的玄霄 对应的星座为宝瓶座 对应的节气为小寒到大寒 第三个星赤是2月4日到3月5日的居之 对应的星座为双鱼座 榜定的节气为丽春到雨水 第四个星赤是3月6日到4月4日的匠楼 对应的星座为白羊座 榜定的节气为金子到春分 第五个星赤是4月5日到5月5日的大梁 它对应的星座为金牛座 榜定的节气为清明到古语 第六个星赤是5月6日到6月5日 石城 石城对应的星座为双子座 榜定的节气为立夏到小满 第七个星赤是6月6日的到7月6日的纯首 对应的星座为巨蟹座 榜定的节气为芒种到夏至 第八个星赤是在7月7日到8月7日的纯火 对应的星座为狮子座 榜定的节气为小鼠到大鼠 第九个星赤是8月8日到9月7日的纯尾 对应的星座是处女座 榜定的节气为立秋到处鼠 第十个星赤是9月8日到10月7日的寿星 对应的是天秤座 榜定的节气为白鹿到秋分 第十一个是10月8日到11月8日的大火 对应的星座为天蝎座 榜定的节气为寒鹿到双降 最后一个第十二个是11月9日到12月6日 对应的是西木星赤 对应的星座为射手座 榜定的节气为立冬到小雪 以上就是中西星赤跟西洋的星座的对应 这里各位要注意 这是模糊比对 大多的时候还会牵涉到两个星座的交接时间 它不是完美的比对的 虽然差不了几天 但是它还是会有差异 而中式的星赤也是分五行四项属性的 这个五行四项属性 它是一个大框架 不是说我们星赤就有这五种的分别 我们在下一集会继续讨论说明 十二星赤各种详细的特性 而五行四项共分为四组 当然就分别为金木水火没有土 因为土是什么太岁 而每三个星赤为一组 而每一组除了星赤 还有对应的七个星座 这个七个星座原本各自技术 在上面所谈到了十二星赤里面的时间范围内 都有各自管理的星座的一个小间隔 但是我们这次先省略这些细节 不然大家听的会很乱 到处都是满天星星飞 对不对 所以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五行四项属性为木的木像星赤 木像星赤所属的星座群为东方七座 而木像星赤的守护神为青龙 所属的星赤为寿星大火西木 内涵的星座为脚秀 抗秀 底秀 防秀 星座 尾秀 鸡秀 这七个星座其实力量不一样 所以按照出生三后的不同 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力量的一些增减 而这个木像星赤的特色就是怎么样 就是比较成熟跟随和的一个属性 第二个就是什么 第二个五行四项就是属金的 的金像星赤 金像星赤的成员为 降楼 大量 石城 这三个星赤 金像星赤的守护神为白虎 所属的西方七秀为 鬼秀 楼秀 卫秀 卯秀 碧秀 支秀 参秀 而金像星赤的特色是 代表他很热情还有变动 以及万物的复苏 毕竟人家绑定的节气 就是金子到春分 清明到古语 立下到小满 对不对 所以金像星赤是一个活力比较强大的星赤力量 而第三个就是火象星赤 火象星赤的守护神为朱雀 所属的星秀群为南方七秀 内涵的星赤包含了 存手 存火 存尾 所属的七方七秀为 锦秀 鬼秀 柳秀 星秀 张秀 翼秀 跟整秀 火象星赤的朋友 特色就是情感 他比较热情 但是观念他会比较保守 有点比较闷骚的类型 但是观念比较保守 但是他的做事还是会比较怎么样 还比较积极的 而第四个就是我们水象星赤 水象星赤的守护神为玄武 所属的星赤为 星际 玄霄 居痴 所属的北方七秀为 豆秀 牛秀 女秀 虚秀 维秀 嗜秀 必秀 这个音会不一样 老师只让大家比较能够懂他的字 是哪一个字 而水象星赤的特色为 富有理想性 创意的比较强大一点 对于学学 宗教 或是潜意识 心灵成长之类的 会比较多的感悟 是一个心灵力量比较强大的星赤 那我们今天讲的事情 接下来应该是要讲到我们十二星赤的特色 但是因为篇幅太长 老师必须把这个题目分为上下两集 今天先讲上集 所以是说 在下一集的时候 我们就会详细的说明 这十二星赤 它的个别详细特色 记得点赞跟关注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